Hi! My name is Kai Ewan 这是我第二次跟这间品牌合作 它叫做Gastan Luga 那他们做的就是很多的包包啊 精品包包 然后跟配件之类的 反正有兴趣可以去他们官网看看 那今天我要来开箱 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新的包包 那这个包包叫做Resenter 所以如果你想要买跟我同样的包包的话 你就去查Resenter就可以找到 那我们今天就来好好的开箱 跟大家做分享说这个包包的材质啊 然后它的使用情境啊 里面到底可以装什么东西 然后它的隔层数计之类的 Gastan Luga他们还是一样坚持着 他们的环保材质 所以它的外盒啊 它也是使用永续森林的纸材来包装 然后就是Reduce, reuse, recycle啦 你们想说我们马上打开 就里面就是塑胶袋 那它上面是写说 可以百分之百生物分解塑胶袋 就OK那这是我们的包包本体啦 我还蛮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有点像是大理石纹路的 神奇的颜色 那为什么我会选这一款包包呢 因为其实它看起来 网路上看起来 隔层非常非常的多 然后是你看左边右边都有 然后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隔层 我们待会来看看 然后重点是它还有这个胸前的固定装置 就是你可以固定在你的胸前 因为你有时候摄影器材很重啊 那如果没有胸前这个辅助的扣的装置的话 那真的是背起来会非常非常累 所以我就找一个有这个前面的绑带啊 这个扣的装置就让你背起来 如果背真的很重很重 可能电脑啊 然后又加水壶啊 又加什么东西 行动电源啊 然后让你背包很重的话 这个应该会 还蛮舒服啦 那这背包里面有电脑隔层 就是最大可以放到16寸的笔电 它写出环保材质 嗯 是整个背包都是环保材质吗 所以我把它放到图里 它就会被分解之类的 我也不知道 没关系我们就看看这个拉链 到底好不好拉 OK是还蛮滑顺的啦 就是非常容易轻轻松松 就可以这样子 拉起来 完全不会卡的拉链 那这个拉链它上面是写 SBS 不知道是什么牌子的拉链 但拉起来是还不错 左边右边各有一个拉链的隔层 然后外面还有一个 有点 束口带的设计 随便拿个东西来模拟一下 就是你可以放个水壶啊之类的 然后你可以把它 用这个束口的设计 你就可以把它固定在 背包的外面 那这个背包底部有这个 防滑防刮的底垫设计 就是你放在地板上啊 或者是比较粗糙的地面 你不会把这个 布料一直磨损磨损 你至少有这个脚垫可以 让你 就是让这个背包的寿命 再长久一点点 那我还蛮喜欢Gaston Lugas 他们有延续他们一些 很棒的小细节的设计 像是这个背带啊 你正常的背包不是 就会这样子两条 然后甩来甩去 那它这里就有 一个小小的辅助装置 可以让你的背带 让它 贴合在你的背包上 它就不会甩来甩去 它就完美的在你的背包上面 就不会有两条带子 在那里甩来甩去 我觉得这真的超棒的设计 长度调整的这些环啊 全部都是用金属的材质 就不会因为撞到啊 或者是用久了 它那个塑胶裂开来之类的 就你可以延长这个背包的寿命 像是它这边还有一个就是 给你放 应该是放像是名片啊 或者是你有那个吊牌 工作阵之类的 就是这个也都是金属材质 就让你不会像是塑胶 撞到东西 它就裂开来 主要的隔层有双层的保护 就是一个是 这个外面的扣环的部分 那你扣环打开之后 你还有 要把这个拉链拉开 你才能 拿到里面的东西 这还蛮酷的 哇塞 这个背包真的是有点酷 它是这样侧开的 还蛮特别的 因为这个背包如果这样展开 它其实深度还蛮深的 就 还蛮长的一个背包 那所以它有一个 侧开的一个设计 所以你可能里面放一颗笔电啊 之类的 就会比较好拿 就不用这样子 从最上方 这样子 这样翻你的背包 去砸偶东西 或拿东西 你可以直接把它整个 从侧边拉开来 你这样子拿东西 就会方便很多 那里面的收纳空间 其实非常非常简单 就是只有一个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跟一个电脑的小小隔层 这样子 那它这样的设计 其实也还蛮安全的 就是很难被别人偷走啊 或是抢东西 就是这个拉链 拉开 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根本拿不到里面的东西 你要把整个扣环先解开来 把拉链拉开来 你才可以拿到里面的东西 所以 算是安全的设计吧 那整个背包的设计 差不多就是这样 就里面有两个隔层 外面还有两个隔层 总共四个隔层 让你来收纳东西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 试试看 放我平常可能会放的东西 然后也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然后来展示一下 它到底可以放多少东西 进去这个背包里面 在分享我们里面 装了什么东西之前 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背在身体上 看起来长怎么样 我们就旋转一下 好啦差不多就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分享一下 我们背包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那背包旁边呢 就是你可以放水壶还是干嘛的 我懶得拿水壶 我就拿一颗镜头来代替它 就是在漱口袋啦 所以两边你可以各放一个 就是差不多一颗镜头大小的东西 在旁边 那我们两边有两个小小拉链隔层 那一边我是放手机啊 跟我们的什么悠游卡 另外一边拉链隔层呢 我就放了行动电源跟充电线的部分 就是也是就是你随时可能会拿出来的东西 那主要隔层里面呢 我里面放了一件外套 然后再放了一台相机 加上一颗镜头这样子 就可以把它放在这个比较大的隔层里面 那后面电脑隔层其实还蛮大的 那我里面放了一台平板电脑 就是12寸的平板电脑 然后又放了一台14寸的一台笔电在里面 所以其实里面的空间算是还蛮大的 那这些东西呢 可能就是我平常会放的东西啦 那根本里面的空间还剩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刚刚可能只放到一半不到而已 就是我们里面的空间真的是非常非常大 你要塞很多很多东西没有问题的 OK那背包整体就差不多就是这样子啦 那我有一个疑问 可能你问一问大家 因为我不太知道 这一个在背后的这一个袋子到底是要干什么 是要让你挂东西吗 还是干嘛用的 这一个粗粗的袋子到底是要干什么用的呢 嗯知道 就在下面留言一下吧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Gustan Luga的包包 分享开箱影片 那当然喜欢这个影片按赞 对我们的朋友可以看更多的相关影片 这里有一个全部都是开箱影片的 所以请记住这个影片按赞 我的名字是凯云